近日,北京奥运会女子200米蝶泳金牌得主刘子哥将与50岁的恩师金伟洗劫连礼 另据东方体育日报报道,有圈内人透露,他们将于本月24号在北京完婚 从15岁来到上海训练,金伟就一直是刘子哥的主管教练 而在他简单的生活中,金伟教练承担了照顾他衣食住行的责任 作为北京奥运会唯一的游泳冠军,刘子哥曾受到众多广告商的追捧 他婉拒了各种代言,只是在游泳中心的安排下 拍过两个最简单的广告,加起来的收入也只是1.66万元 拒绝了唾手可得的代言费和广告费 刘子哥却自掏腰包给教练经纬买了一辆价值170万元的路虎车 感恩其一路走来的付出 而在过去几年,刘子哥饱受伤病困扰时,金伟多次劝说他退役 毕竟他的体能、身体状况和伤病不同当年 他不为名利,只因为对游泳的热爱在坚持 曾经和刘子哥一起创造200米蝶泳中国时代的焦流洋在朋友圈中写道 而在曝光的旧照中,刘子哥入住新家时有欣慰陪同 而刘子哥也曾和恩师一起走红毯,两人十分登对